在走到球池蹲下伸手轻轻一回 再翻了翻 下一秒痛得把手举气 因为此时的她 手掌被刺出一个大洞 鲜血还不断冒出 女子好惊恐 伸手在球池里捞出的力气 仔细一看竟然是把剪刀 不仅一旁还有小孩子在玩耍 自己的一岁儿子也就在剪刀旁 实在好文献 我的小儿子她想要把球拨开 她身高不够 我看到我就把手伸过去拨了一下 结果我就觉得我手掌一阵刺痛 发现说里面插着一只剪刀 而且她的那个头是朝上 手掌破了一个大洞不停见血 红肿发热感到刺痛 女子紧急送医 很夸张 我那么常吃的儿童女儿 应该要很注重安全 有剪刀出现 不应该把这公司态度 我觉得很消极 就觉得我是受害者 那你为什么让我 去跟你们的保险公司一起 18地点就在新北市淡水 一处商场 不少家长带小孩来玩耍 而案发地点的球池相当受欢迎 被害人当天跟她先生和两位小孩来游玩 从没想过竟然被埋在球池里的锋利剪刀给割伤 店长虽然立刻道歉 并承认是前一晚在修理机器不小心遗落 但他们坚持报警提告 好惊悚 家人超级多 走到那个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办法 他们自己SOP就不需要 这看在其他家长眼力实在无法接受 对此业者不足回应 布兰莎开心带小孩出来花钱放风 却受了伤 想知道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记者黄义俊 请多予权新北市报道